博英手游大些年送了川居自来尔 前年送了百战大蛇丸 这一年送了百战水门 很多人担心啊 今年就不会再送S人整卡了 大家放心啊 已经确定会送S人了 今年的S人其实已经确定了 但是还在跟版权方那边进一步的确定 所以暂时还不能告知大家 但是大家就可以敬请期待一下 大统木陶氏也有重磅信息披露 还有新的人法帖大赛级忍者的消息 陶氏是推示了今时之后的状态 据说对动漫的还原是相当到位非常的惊喜 然后发现他跟大家都有白眼的日向一族 其实有很深的渊源 甚至应该说他就是日向一族的祖先 柔拳八卦掌这个设定 我就相当于是给官方提出了一个更加具体的补充 说到柔拳八卦掌就不得不提一下 刚刚上线的忍战宁次了 这三个区域点学机制非常有创意 这个木鸭的学习成本很高 导致一些玩家根本就不玩他了 大统木陶氏啊 竟然也是八卦掌 能否在忍战宁次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呢 那角度上大赛季送的是配人间道 终于来了呀 我记得游戏里面目前只出了畜生道和修罗道 一天道 人间道是可以抓取灵魂读取记忆的 只需要四个月连续的完成大赛季的任务即可 但本期的大赛季奖励就是六道锋 最属幕布是完成四个月的任务才能理啊 比忍者要晚 本期是羁绊之战 博影策划也针对玩家们关心的一些问题啊 做了详细的解答 但有的玩家提出了 练习场希望出一个双人不限时的模式 可以邀请自己的好友进行对战 这次我补充一点 在练习场模式里面能否泄免一些忍者呢 但可以有效弥补一些新手啊 对于一些付费忍者的信息差 王者我记得就有这个功能吧 自己玩一些格斗游戏嘛 他们的练习场会做非常丰富的 辅助你练习的功能 所以我们的游戏其实还是在这一块 需要进一步的去优化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回去 进一步的细化 并且加入我们计划之中的 另外有玩家提出 在组织商店里面 会不会是要新的 能够改变技能的忍者时装呢 又类似于狂野绞杀 以及杰奥老马 二话的答复是会上 而且非常快就会上 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吧 有人提出了增加好友无差别对决模式 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合理的一个需求 然后当时接收到这个需求的时候 也是经过一些调研跟评审 现在其实已经在计划在做了 对 另外关于忍者站姿的优化 以及之前大家吐槽比较多的 绘图解扳喷火技能的优化 官方实际上都是非常关注 玩家们提出了意见的 并且也进行了用心的改动 比如说绘图解扳的 异技能喷火 这是修改后并非最终版本 而这是最初的爆料版本 可以看到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 我当时也说过 这些特效大家不用担心 官方肯定会不断的优化的 直到大家满意为止 另外有主播也反馈了百战水门 在强化状态下 技能冷却刷新异常的问题 这会导致这个人者过于强大 官方对这些bug的态度 也是非常的明确 一切为了游戏公平 绝对会消除这些bug 非常希望能努力给到大家一个 干净的没有bug的一个完全公平的一个 觉得下个版本或者下下个大版本 你们就能看到一些非常熟悉的身影在上面 然后你们就会再也看不到它 对 在忍战宁次情报会上 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就是在对战忍者选择界面 能够自由的切换时装 实际上这个功能在王者里早就有了 官方也是给出了答复 已经在做的过程中了 对 其实因为这个非常合理这个需求 我自己玩的时候 其实也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对 在做的过程中